为了疏解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七堵路段下班尖峰时段的车流 基隆市政府交通处将提案给中央 泥在七堵段大华系统交流道或是五堵交流道增设一条北上扎道 出口处则是在俊贤路七贤桥现有六二快速道路扎道旁边 或是百福社区实践路百福公园一带 并且召开唯一一次地方说明会亲自出席的七堵区三位市议员张耿辉 曾宜芳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看法各有不同 张耿辉认为中央不应该画饼冲击 应该在十八标直接延伸一条扎道下七堵才对 我希望中央要解决不是因为要预算要消化 还是画饼冲击 那你给人需要什么杂道等一款 今天你们感动这个杂道做了七点以后 高速公路不会再塞吗 你说这时候不会塞后 这是什么 你在议会也提了 希望十八标延伸 我们要去林口内湖直接十八标接 今天你要做杂道 十八标延伸你要杂道下来 你干嘛用基东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则强调 因应未来七堵区的发展 不应该只规划增设一个下七堵的北上杂道 应该也要增设往台北的南下杂道才对 北屋部国杂研发新政会来成立了之后 可能就会很多的外县市这些 从秦组会到七堵来上班 所以我刚才知道说 北上南下的查到都非常重要 那今天只针对这个北上 所以我觉得南下也非常重要 因为下班之后他们要回去嘛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都要去顾虑到 因为我们针对 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推推动 他也短重長期 我們要很勢力 要非常多一點 要非常清楚 市議員曾怡芳則認為 在俊賢路七賢橋 設置北上扎道 這個方案比較好 北上要回來 我們的家裡的時候 其實百姿社區 這邊已經有一個交流道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說 我覺得說其實 我們要建議一下 七里部的地方 因為七里我們這邊 包含了有13個 就是在這一塊 要下來 它有馬寧科三個嶺 還有我們附近的 永平永安富明 以及我們巴德 還有我們志強 跟那個泰安六堵 這都是我們出口的方向 那他們就可以減少 減少到他們下 可能水漾那邊下來 他們減少這段路程 而市政府交通處 本身也比較偏向 這個北上扎道 設置在俊賢路七賢橋 這個方案 不過也不排除 兩岸併程給中央 應該是 我們這兩方 我們來到 頂住 對 然後到時候 我們會提醒 會補造 我們現在就 包括我們 公共 並程 不見得說 幾十幾 就這樣 那因為公共 但是我們 都會有什麼 公共 根據市政府 交通處的規劃 如果北上扎道 設置在俊賢路七賢橋 這個方案 预估扎道长度700公尺 施工经费总共13.32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10.5分钟旅行时间 如果北上扎道设置在百幅社区实践路 预估扎道长度380公尺 施工方案和经费有两种 分别是7.57亿元以及9.61亿元 尖峰时段车流可节省7分钟旅行时间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